本期给大家带来一部非常精彩的韩国电影《奇谈》 全片由三个小故事组成 互相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十分耐人学位 在一间办公室里 朴教授正在跟女儿通电话 希望能跟女儿一起吃饭 不晓得是女儿已经吃过了 可是随后女儿告诉父亲 自己在他桌上放了一本相册 那是在他从前工作过的安生医院找到的 希望能给父亲留个念想 因为安生医院今晚就要拆迁了 画面一转 思绪万千的朴教授独自来到了即将拆除的安生医院 许多年前在这里发生了很多不寻常的事 导致他至今噩梦缠身 如同阴影一般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随着回忆开始 镜头转换 时间来到了1942年的安生医院 此时还是青年的朴教授小朴才刚刚开始学医 这天他和几个青年学徒 跑到了主治医生李医生这里进行学习 而李医生告诉小朴因为治冷系统坏了 教务主任特地安排他独自在停尸间职业办一周 画面一转在主任办公室里 小朴正在跟教务主任谈话 在谈话中得知原来小朴家与主任家是世代相交 但小朴父母早早就去世了 后面一直是主任供小朴读书 这次沟通主要是希望小朴能够跟自己刚刚从东京回来的女儿小葵马上结婚 当然年轻人总是不愿意被动接受安排的 但是迫于报恩带来的愧疚感 小朴最终还是答应了 画面一转随着玫瑰花瓣的飘落 冰层下面显现出了一句学生模样的女生 而在这之后冰层就炸裂开了 场景再次转换 小朴正坐在楼梯上画画 后来同事通知小朴医院新到了一句女尸 因为一直都是冰冻的状态 所以看上去非常完美 仿佛天使一般 这似乎就是之前那句冰层下面的女生了 这天晚上小朴因为好奇掀开了那句尸体的白布 确实非常美 顿时把小朴给吸引住了 我们暂且就叫这句尸体小美 突然一声东西落地的声音传来 小朴寻声找去 却发现原来是一个戒指 接着小朴还尝试把这枚戒指带到小美的手上 可是却带不上去 第二天小朴再次来到挺时间跟小美说话 自言自语中小朴告诉小美 自己确实不喜欢做医生 真正喜欢的是画画 而且一个月之后 自己还要跟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女生结婚 觉得十分懊恼 可是这一切都在看到小美之后就都改变了 她就像一道阳光一样照进小朴的世界 晚上打扫完挺时间的小朴正从走廊经过 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尼姑 可当小朴回头看过去的时候 双手合十的尼姑便不紧不慢地转身离去 画面一转 小朴再次来到挺时间 跟小美独处 意外的是教务主任居然跟着过来了 并且夸赞小美的美丽 原来小美是因为跟男友一起殉情自杀而死的 但是那个男人的尸体却一直没有找到 经过一阵寒暄 主任再问了小朴的生辰八字后 转身离开了 接下来小朴再次尝试将戒指戴到了小美的手上 结果这一次却很顺利地成功了 到了夜晚 木鱼佛号和凄厉的女人哭声在医院回荡开来 吓得一帮人浑身发毛 而好奇的小朴同学却反其道而行之 吓到停尸间里面进行查看 发现原来是之前碰到的那个尼姑正在举行法事 在被尼姑发现之后小朴知趣地离开了 此时另外一边察觉到停尸间有响动的小朴转身走了进去 结果发现从小美的停尸柜里开始不停地往外冒着黑水 一番好奇之下小朴打开了柜子 却意外地发现里面的小美不见了 不一会儿黑水便停止了翻涌 一双手突然出现 一下就把小朴搂进了停尸柜 紧接着柜门也关上了 随着停尸间里突然开始飘落的樱花花瓣 场景切换 在小美的引导下小朴走进了幻境 在幻境中两人走过了拜堂孕育生子和缠绵 等到小朴忽然惊醒 小美居然又变回了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 后面我们得知原来这一切都是教务主任实施的一场冥婚 举办法事的尼姑就是主任的姐姐 而小美其实就是主任的女儿小葵 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将女儿跟一同殉情的男友彻底断绝关系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小朴应该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第一个小故事完 时间回到两天前 安生医院收治了一名车祸中幸存的小女孩 名叫小红 而另一边则是她已经失去的妈妈 在救治中发现 虽然小红精神状态极不稳定 但是身上却是没有任何伤口 直到事情经过的小朴心情沉重的把小红妈妈推进了停尸柜 可是一转身却发现停尸柜的门怎么关都关不上 另一边 主治医生李医生一边讨论着小红的病情 一边手里拿着小红跟妈妈的合照 仔细端详着 随后房间的灯光就开始闪烁起来 而当李医生前去查看的时候 小红妈妈的鬼魂已经直挺地坐在了小红的病床旁边 并且用十分诡异的表情在跟女儿诉说着什么 随着小红的尖叫声原来只是一场噩梦 在病房里 李医生认为一定是小红无法接受父母的离去 才使得她接连噩梦 并且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 不知道为什么 盯着李医生看的小红竟然一点一点开始回忆 而通过小红的回忆片段 我们发现 其实小红妈妈应该是深爱着自己的女儿的 但是小红却貌似对自己的继父有着很不寻常的感情 刚刚之所以看到李医生会陷入回忆 完全是因为她长得有几分像自己的继父 此时坐在对面的李医生当然不会知情 并且跟小红讲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希望通过这个故事 能够让小红的内疚多多少少有一些改善 也许是因为真诚 也许是因为同样的内疚 自我封闭的小红逐渐向李医生敞开了心扉 这天夜里 小红从睡梦中醒来 似乎看到了外面继父的身影 于是下床一路追了过去 可是当她追到走廊上时 走廊尽头居然飘起了雪花 幽暗的深处走出了一个背着小孩的老婆婆 并且走着走着 老婆婆的头还掉在了地上 看到这一幕 刹那间小红被吓倒在地 尖叫声再次响起 原来还是一场噩梦 病房里 在稍微稳定住小红之后 李医生通过催眠将她带到了回忆中 原来小红的确对继父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在看到妈妈跟继父的情感后 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嫉妒和怨恨 再一次旅途中 因为跟妈妈的争宠纠缠 意外导致了车祸的发生 不但当场害死了继父 而且还创死了正在路过的祖孙两人 这也是晚上遇到老婆婆的原因 而妈妈也在将女儿好不容易抱出车后 倒地身亡 在想起了所有的记忆片段之后 小红终于恢复了意识和语言能力 而正当李医生认为大功告成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候 最终小红却还是没能挺过来 迷流之际 她还听到了妈妈并没有责怪她的话语 也许在车祸发生的时候 小红就已经不在了 只是躯壳里面的灵魂因为深深的自责 而没有办法往生 而在李医生的帮助下 终于实现了救赎 并且得以离去 画面一转 下班后的李医生不知不觉 走到了小红和母亲拍照的地方 随后 在正要经过马路的时候 却被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撞飞了出去 在呼吸停止前 她仿佛看到了已经死去的小红 正看着她沉默不语 于是爱情从一个地方开始 又从同样一个地方 循环往复 跨越生死 第二个小故事 完 时间回到三天前 在一场讲解鬼神的课堂上 金医生指出 所谓的鬼附身 会被科学解释成是人格分裂的范畴 这世上有没有鬼魂他并不知道也没见过 但是人却肯定是有灵魂的 金医生也是安生医院的主治医生 他和医院的验尸官小崔医生是一对夫妇 之后的一个夜晚 一个韩国小兵在医院厨房偷东西吃 但吃得差不多 正准备出门离开 却被窗户上一个黑影吓了一跳 随后一路奔袭来到山林间的一处小木屋内 可当他正准备睡下时 却突然听到了一阵铃铛的声音 原来是一对蝴蝶形状的图片 再一望去 黑暗处还有一个人影 惊慌失措的他想要逃跑 可已经来不及 随后一声尖叫响彻山林 另一边 金医生突然惊醒 似乎刚刚的一切也出现在了他的梦中 于是回头看了看 发现妻子还睡在身边 蝴蝶形的发簪也没有挪动过地方 第二天 日本人在小木屋内发现了小兵的尸体 经过小崔医生的验尸 杀死小兵的凶器和杀人方式 与最近发生的几起案件一模一样 看来很有可能这是一个连环杀手所为 当天晚上 金医生来到了停尸间 看到了韩国小兵的尸体 发现竟然就是自己昨天晚上梦到的那个人 于是在回到家后 觉得是有蹊跷 连忙询问妻子 昨晚有无异常 而妻子告诉他 自己已经记不得了 在这之后 两人拿出了一个圣诞球 开始回想往事 正说着 玩心大喜的金医生 又用灯对着手中的圣诞球投射 让影子映在了窗户上 而小崔医生在看了之后十分开心 兴奋地站起来跑去触摸影子 就在此时 对面的金医生发现 同样站在窗边的妻子却没有影子 随后一段尘封的记忆出现在了眼前 原来在一次夫妻俩给日本军官进行手术的时候 日本军官突然抱起 随手拿起了一把手术刀 将小崔医生刺死了 终于意识到妻子已经死去的金医生 无法解释此时站在自己面前的到底是什么 但是深爱着妻子的他 依然接受了这个现象 并且对着妻子的鬼魂做出了告白 他希望妻子还能继续这样跟他在一起 直到永远不要离开 又到了晚上 金医生又一次惊醒 发现这一次妻子却没有在身边 而是正在起身往外面走 一路跟随中 随着镜头里的场景 原来小崔医生就是那个神秘的连环凶手 凶器也正是他的蝴蝶发簪 当晚他又继续行凶 杀掉了医院里的一个护士 在行凶时 手臂还被护士给抓伤了 在赶到后 看到这一幕的金医生赶紧上前去制止妻子 结果反而被失去理智的妻子刺伤倒地 不久 当金医生醒来却不见了妻子 第二天 妻子又神奇般地出现了 可奇怪的是 被抓伤的伤口竟然出现在了金医生的手臂上 一阵恐惧之后 眼前刚刚出现的妻子再一次消失了 金医生陷入沉思 莫非自己才是真正的连环凶手 而一切都是自己的人格分裂 另一边 日本人已经发现了护士的尸体 而深深内疚的金医生也拿起了电话准备自首 于是在接到金医生电话后 日本人开车出发了 而通过后面的镜头发现 原来撞死李医生的正是日本人开的那辆车 不知道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 此时的金医生在写下了认罪书之后 静待日本人的到来 可当日本军官到达之后 打开门的却是妻子小崔 而且小崔还将他刺伤后逃逸了 至此三条单线故事在这里完成了重合 所有的一切都终结在了故事发生的原点 第二个故事中 遇到车祸的李医生被送回了安生医院 在听到小红说出我爱你之后 安然离去 第一个故事中 筹划冥婚的教务主任 也在完成女儿的遗院后选择了上吊自杀 而日本人也将逃到太平间的小崔团团围住 通过日本军官的喊话 一切真相大白 原来在那一次手术中 死去的其实是金医生 而小崔医生则活了下来 并且在这之后 选择了将自己的人格隐藏起来 而以丈夫的人格继续活在了众人的眼中 在喊话中 小崔医生终于明白了 这一切只不过是梦幻 自己假装出来的鬼附身 终究只是人格分裂的躯壳而已 于是举起了手中的发簪 刺向了自己 到另外一个世界 却实现跟丈夫真正的永远在一起 画面一转 回到了在床上一往昔的朴教授这里 在想起所有往事之后 她终于明白了 其实小美一直都在她的身边 从未离开过 可是为什么当初既然选择了跟她在一起 但是这么多年 小美都不让她看见自己呢 在疑问中 朴教授就这样安然离去 看来 小美终于决定要与朴教授在一起 真正的长相厮守了 而与此同时 远方的安生医院 就在片刻之后 倾倒画为一片废墟 画面又一次有暗转亮 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完好无损的安生医院 终于等到了最后一位闺客 很难想象 这样一部鬼魅思议的影片 讲述的却是关于爱与真情的故事 片中角色们的内心 都拥有扭曲自私的爱或是依赖 朴教授对小美的依赖 小红对姬妇的依赖 以及崔医生对姬姻生的依赖 只是朴教授选择了默默等待 小红选择了偏执占友 而崔医生则选择了陷入疯狂 他们无疑都是孤独的 还好最后这些在世间寻找 守望的孤朴灵魂 最终都了无遗憾的上路了 点赞的不及护离